好 各位觀眾 在金華城案當中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是涉犯貪污圖利 昨天開完積壓庭之後 最後是遭到法官裁定是積壓禁件 也是在晚上的時候送到台北看守所 我們能透過螢幕您能看到說 其實今天早上大約8點10分的時候 他的委任律師也就是鄭聲援 抵達了北索要來進行綠件 來看一下稍稍畫面 先綠件好不好 康教授這邊是已經寫好了嗎 還是他就還需要一點時間 你們可以進來 可以啦 OK 好 你們可以進來 抱歉 其實我們也可以聽到 他律師鄭聲援對於大家的提問 沒有多多的回應 表示鳳姐的律件結束 康教授也是已經寫了 而律件的時間 其實是從早上的8點半就可以開始了 一路是可以到這個11點左右 那由於說柯文是遭到裁定積壓禁件 所以其實除了律師以外 包括他的家人朋友 還有他的老婆陳佩琪等人 都是沒有辦法來這邊跟他進行會客的 如果有一些小草啊 想要送一點就是會客菜 或是送一些書籍等等的 也都是必須要透過律師 那其實這整件精華傳案當中 目前收押已經有多達5個人 包括像是柯文哲啊 然後彭政生 以及沈慶琪還有吳順明 在女子看守所呢 還有一名印小薇 那北所這邊也表示說 他們其實是同一案的被告 所以呢 基本上如果有包括像是健康檢查 或是有放風運動的時候 都是沒有辦法來見面的 那其實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得知道說 其實這個選進行在昨天呢 也是有身體不舒服 有送到一旁的醫院來進行就醫 這個北所是有證實的 那目前呢我們現場呢 持續在為您守候 來等待說 證身員這個預見完畢之後 是不是會對大家來進行說明 那以上就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時間鏡頭再交還給棚內主播 時間回到一早9點15分 原本無包請回的柯文哲 走進北院笑而不答 事實上這是柯文哲第二度 進到台北地院 8月31間方發動7路搜索約談 一整天的訓問 1號凌晨12點40分 柯文哲帶著微笑進到北檢復訓 北檢升壓之後 北院召開積壓停 2號凌晨3點多 法院裁定柯文哲無包請回 從檢察官這兩天的詢問方式 我已經知道他們的態度相當明確 北檢第一次升壓不成 抗告成功 5號下午2點 北院重開積壓停 2點5小時的工房 柯文哲從無包請回逆轉 收壓禁見 法官就是認定 柯文哲明知增加過高 超過560%的容積給金華成案 是違背法令 他還是執意為之 甚至貫徹意志 讓審慶金從金華成一案中 獲得不法利益超過200億 法官證為 涉犯貪污罪裡的圖利罪 最近本刑5年以上 法官還批他沒有維護公共利益 影響社會層面深遠 有串政滅政可能 裁定收壓禁見 法官甚至說 雖然現在只是圖利罪 但偵查是浮動的 隨著證據 逐漸形成犯罪輪廓 甚至轉成賄賂罪重刑 還有消息指出 柯文哲在涉犯圖利罪嫌後 還跟審慶金會面 共犯應早為分配審慶金行賄寬項過程中 柯文哲也有不明來源金流 分別匯入七小的賬戶內 而且檢方搜索時所扣押的手機 發現對話紀錄被刪除的痕跡 主經柯文哲被收壓禁見 要追更多內情 東三新聞綜合報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前一天 在法院當中其實被逆轉 被判決要積壓禁見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關注 他背後三個女人的狀態 那麼其實根據了解 民眾黨立委就爆料 他的太太陳佩琦 昨天其實似乎是哭斷腸 甚至是說台灣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但當然現在大家最好奇的是 柯主席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呢 而且現在呢 其實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柯文哲的住家 但是在前一天 這個民眾黨立委黃珊珊 是直接夜奔到這個地方 直接將陳佩琦還有她的女兒給帶走 所以透過畫面我們要看到的是 其實包括了陳佩琦的女兒 她是走在最前頭 但當然很不想要被拍到 所以整個頭髮是遮住她的臉龐的 那麼也可以觀察到 她背著的是後背包 手上拿著一個很大的袋子 也裝了不少東西 所以可以合理的來推斷 其實陳佩琦跟柯文哲的女兒 疑似呢 是到黃珊珊的住家 來度過這個南牢的夜晚 那麼其實呢 這個陳佩琦在走出家門的時候 全程是不發異語的 不過其實現在背後 三個女人的反應也都曝光了 第一個包括了黃珊珊 她在臉書上說很遺憾 那第二個就剛提到的陳佩琦 其實是有來哭訴的 那麼第三個呢 其實柯文哲的媽媽 過去在電話上其實都會接通 也都會回應 但是在昨天啊 其實是直接轉為語音信箱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擔心 其實柯家人的心理狀態 到底好不好 那麼呢 其實現在也有一件事情 真的讓大家很不慎唏 也就包括了柯文哲 其實她在十年前的9月5號 也就是昨天這個9月5號的部分 2014年的9月5號 她與這個陳佩琦 還有她媽媽的陪同之下 來登記參選台北市長 但是偏偏十年後的同一天 也是2024年的9月5號 她就被羈押禁見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十年一順起潮起潮落 也多少讓人家看到了 政治路上的人生無常 以上是相追新聞把神鏡頭交換棚內 陳佩琦和黃珊珊面對媒體不多談 大把小包離開信一路的柯家 看來短時間內不會回到這個家 尤其在柯文哲確定收押禁見後 傳出陳佩琦不斷哭泣 黃珊珊低調趕到柯文哲家 來接走陳佩琦 幾個人心情不太好受 回顧5號早上10點多 柯文哲太太陳佩琦 匆匆出門抓準時間 流上一台白色賓試轿車 火速消失在媒體眼中 不過就在柯文哲下午2點 集壓停召開前1點半 陳佩琦又再度出門 沒有大包小包 這次上的是一台鄉行車 不過僅僅外出20分鐘 大約1點50分就返回住處 這20分鐘大家都好奇 陳佩琦去哪裡了 還記得1號晚間 柯文哲集壓停召開前 陳佩琦就和黃珊珊 一起到現場等待 柯文哲無保請回後 以為會直接回到家裡 沒想到是前往黃珊珊 未在戲職的住家 夫妻倆在黃珊珊家 待上一整晚 隔天就分頭行動 黃珊珊跟陳佩琦兩個人 分別為自己可能成為 不管假帳案或金華城案的被告 繼續在做準備嗎 不管怎麼樣 我認為可預期的是 兩個人已經在為柯文哲被 積壓之後來做各種策略的擬定 打贏第一場勝仗後 一度被小草視為護科神山的黃珊珊 沒有出現在黨團或科辦 這期間有和陳佩琦見面 或持續殺盤推演嗎 你真的不要問我 你千萬不要問我 你覺得你會有什麼想法 柯文哲妹妹柯美蘭 必談哥哥現狀 總是說兒子最乖 不會做壞事的柯媽媽 據了解每天都很焦慮 持續在台大醫院陪伴柯爸爸 已經多天沒回新竹老家 東升新聞正中心綜合報導 什麼事實實跳 今天這台員陪伴柯 這邊是台灣底指長 Cobb 主要產業 人 tiles 才第一點 還有 中央黨附 全部被收拾 今天是想的 當然 我會讓好臺戰 我也希望 直升當局 要綜護個壽命 他今天是有始於聖經 要做這個動作 我 陳騙琦 我絕對相信我的先生柯文哲 柯主席的清白 以報請候 其中情緒 絕對你 修復的絕對 情緒大和尚女 各是人大和尚女 政治人物要走下審盤 不要裝神弄鬼 台灣不需要神 台灣只需要一個工作齁 情分的平凡人就可以了 柯文哲還沒下台 國民黨跟民進黨已經開始聯合起來污錢 讓黨會大得六億 國家可以這樣幹的嗎 我們不允許財團剝結議會 來炸起國家的錢 我不同意 安長建立一個有能力的政府 外國這道命令要嚇下去 生路不確實一定要辦 小時候許過願望 想做一個好官 長大才知道好官沒那麼容易做 最高的就是連貪官的做不成 夾在中間一事五年 當然 我會想反彈 我都老沒有 這是一張 one way ticket 好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 來關注司法矚目重案 也就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稍早在歷經台北地方法院 第二度召開的羈押庭 在稍早5點16分左右 被裁定收押禁件 目前人已經搭著球車 送到台北看守所了 而台北地方法院也公布這一次 他們為什麼要羈押柯文哲的理由 其實背後呢跟這些被告的人物 是有所關聯的 我們來看一看 主要就是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認定 沈慶金他是 威京集團的主席 那麼在京華城的案件呢 收受不法利益 兩百多億元 而這背後呢 讓沈慶金突立的關鍵 也就是法官認定 柯文哲明知在京華城的容積超過百分之五百六 會造成違背法令還執意為之 所以造成這個被告 宣慶金呢 可以收受這兩百多億的不法利益 所以說法官呢 其中一個收押柯文哲的理由就是這個 而第二個呢 收押柯文哲的理由 也就是呢 提訓包含前台北市副市長彭振生 目前呢 他是在押的被告 此外呢 還包含 應嫂威 也就是台北市議員 還有應嫂威的助理吳順明 那麼這幾名被告呢 他們都跟柯文哲的說法完全不一樣 因此呢 就認定在這背後 可能是有勾串滅政之餘 將柯文哲收押禁見 不過要來說到柯文哲 其實在面對第二度的家庭 他還加碼聘任了一名王牌律師 也就是蕭逸宏 曾經擔任過檢察官 跟法官 而先前呢 柯文哲的王牌律師團當中 也有一名叫做鄭聲援 他曾經擔任檢察官15年 也曾經擔任特徵組的檢察官 在這個檢變工房當中 不管是檢察官或是律師 他們其實都是大有來頭 各有準備 不過在這一次 台北地方法院在二度召開擠壓庭 將柯文哲給收押禁見 所以說後續我們也關注到 柯文哲的委任王牌律師團 他們將會提出抗告 後續東層新聞 也會持續來掌握最新消息 好的 確我們看到今天這個轉折 滿大的 因為柯文哲是被羈押禁見 這個結果當然也驚動了整個政壇 而儘管說民進黨中央表示 不願意評論整個司法案件 但是黨團也已經強調 會哀驚勿喜 就在高雲認為民主黨主席柯文哲 在當台北市長期間 有積極介入金華城後 北院根裁結果出爐 柯文哲羈押禁見 這結果當然幾家歡樂幾家愁 不管如何可問這司法案件的判決結果 已經在未來政壇掀起驚討海浪 尤其藍綠白之間的微妙攻防關係 是否會跟著轉變 大家一起尊重法官的裁定 不要急切地來抹律法官 來鬥臭司法 民進黨團也會哀驚勿喜 後續就持續地讓司法爭辦 讓全案水落石出 任意明帶出手 反觀民進黨中央態度耐人尋味 聲稱不評論司法案件 而蘭茵小七第一時間 在做政治分析 是否會有更大的 所謂的一個政治抗爭 這樣子的動作 如果說現在流失的小草 還是轉頭去支持民進黨 只會讓在野的處境更加艱難 事實上早在羈押禁件判決 結果前民眾黨數次殺盤推演 黨工習喊全黨激進捍衛 柯文哲清白 再有趣地 卻又呼籲小草正常生活 據了解白銀幹部 對主席的司法案件 普遍悲觀看待 而劇本中也確實包含 如果能交保 柯文哲將聚保 借此捍衛清白 來累積民眾黨的政治能量 不過還不用等到柯文哲能否交保 直接擠壓禁件 第一時間黃國昌臉色凝重 接著離開專訪 那你現在要去開會了嗎 對 好 我覺得我現在要去開會 OK OK 好 謝謝你喔 辛苦了 辛苦了 不會不會 確定收押禁件 是 白銀密集開會已經接下來 民眾黨立刻陷入為難 柯文哲擠壓禁件 不僅重創黨內失禁 外界更關注 柯文哲黨主席一直 辭不辭 停不停權 代理主席又會是誰 姑且不論民眾黨未來的路 何去何從 小草因為柯文哲 已快枯成稻草 同時任用心做不到 好 晚間的八點鐘 今天晚上的最新現場 我們看到的就是在民眾黨 主要是因為 黨主席柯文哲 捲入了金華城弊案 而且北院裁定 柯文哲積壓禁件 對此民眾黨 也已經發出了最新聲明了 詳細狀況 連線記者葉庭報導 請說 好 針對金華城的案子 今天台北地院 是在下午的時候 是重新召開了擠壓庭 但是歷經兩個半小時的討論 這個地方的法院 最後是裁定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是擠壓禁件 但或許是柯文哲知道 這一次狀況是不太樂觀嗎 因為他在稍早的時候 也在臉書上 是PO出了一段影片 是來向小草還有支持者 以及黨員來喊話 馬上帶您看一下這段影片 大家好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關心我的狀況 不好意思 讓大家擔心 其實你們照顧好自己 就是對我最好的幫忙 請大家認真過每一天 快樂過每一天 親存散念 盡力而為 讓我們繼續努力 好的 就是這一次的影片 我們也聽到就是柯文哲 他也來向這個小草們信心喊話 是要大家親存散念 是繼續的快樂過每一天 但是呢 這或許民眾黨的成員 可能沒有辦法 心情上面是這麼輕鬆呢 因為呢 在今天的時候呢 其實在下午晚間 是最後的裁定是出來 是積壓禁件的時候 在下午五點半 民眾黨的陸續成員呢 是都回到這個黨部 來舉行這個緊急的這個小組會議 而就在稍早的時候 七點半陸陸續續成員有離開 那我們也發現呢 就是民眾黨的黨團的主任 這個陳志涵呢 似乎眼角眼眶是有一點紅紅的 似乎心情是不太好 而且呢在稍早的時候 民眾黨的立委們離開的時候呢 也有說現在呢 被問到說 現在是不是有代理主席的這個狀況 那他們也說 現在是沒有這個代理主席的一個情況 因為現在呢 這個包含呢 當初的時候 也是希望說這個主席是不要請假的一個情形 但是呢 除了這個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在臉書上面 也有發出這個影片之外呢 那民眾黨呢 在稍早的時候也有發出這個聲明 他們也是認為說 為什麼這一次同樣的市政 但是上一次呢 法官卻是裁定這個無包請回 但是在這一次的時候呢 卻是遭到羈押禁件 因為基於相同的市政 那為什麼會有兩個不同的一個情況發生呢 而且呢他們也扯出到就是說 這似乎呢 在這個 現在這個台北市長蔣萬 他在當時的時候 這個都發局曾經也是有發出這個新聞稿 是認為說 這個容積率啊 應該是有 就是釋切性 也有合乎這個法律性的 那為什麼現在這個法官也會做出這樣的一個判決呢 不過呢他們同樣呢 也是堅信這個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清白 也會是支持他持續捍衛自己的清白 那目前呢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 就是民眾黨呢 這個緊急應變的這個小組的會議呢 是已經經過兩個半小時多的左右 那目前呢 其實召集員黃國昌呢 是人還在這個黨部裡頭 那他們也說了 明天早上的時候 會有一個完整的說法來對外來公開 以上是來自現場的最新消息 這把時間鏡頭交換給Pone主播 好 就在民眾黨 正在召開會議的同時 他們的黨主席柯文哲 已經抵達了台北看守所 柯文哲的球車呢 是在晚上6點33分的時候抵達 那麼在場外呢 其實有很多的民眾自製反科標語 甚至呢還在看守所外面歡呼 顯然來的不是小草 詳細的狀況 我們聯繫給記者蔡玉山 好了 主播各位觀眾 持續帶您來關心 在台北看守所外的 最新情形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他是因為涉灘遭到了收押禁見 也在晚上的6點33分的時候 送進了這個台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外面是聚集了大批民眾 直到現在都還沒有離開 而其中一位民眾呢 我們也訪問到他 他說呢 他在得知柯文哲被收押的消息之後 就立刻這個自己自製了一個大刊版 上面呢還有寫著一些標語 我們來聽一段他的稍早訪問 知道裁定結果之後趕快做的 對 很開心啊 我一直喊他阿伯真喔 立心處真喔 真喔 剛好呢這個柯文哲 送進看守所的時間是晚餐時間 根據呢看守所的菜單 今天的晚餐除了有滷豬腳 還有紅燒魚丸以及食品蔬菜 還有味噌湯總共三菜一湯 而根據看守所的最新聲明顯示 柯文哲呢他入住的是多人的設房 而且呢跟本案的其他被告 都沒有住在一起 另外呢他如果在這個期間 有感受到身體不舒服的話 也會呢來協助他看診 以上呢就是我們在這裡 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交還給棚內主播 柯文哲雙手被上鎬 神情落寞慢慢走向球車 還回頭看鏡頭一眼 64年人生從政主打清廉 卻第二度被上鎬 重開積壓停從無保警回 逆轉變收押境界 走不出台北地方法院 在法警介護下坐上一人鑽車 前往台北看守所 法官就是認定柯文哲 明知增加過高超過560%的 容積給金華成案 使違背法令他還執意為之 甚至貫徹意志 讓神情金從金華成一案 獲得不法利益超過200億 涉貪污罪裡的圖利罪 最輕本刑5年以上 法官還批他沒有維護公共利益 影響社會層面深遠 有串鎮滅鎮的可能 裁定收押警戒 二度開積壓停結果逆轉 律師一臉鐵青一句話都不說 走出台北地院 對比一早9點15分 柯文哲這麼微笑 對比真強烈 主席有打算說什麼來跟法官 證明你的清白嗎 主席有信心嗎 5號上午9點15分 柯文哲全程笑而不達 似乎有備而來 下午2點正式召開積壓停 歷經2點5小時攻防 在下午4點半結束 北院在5點16分公佈裁定 積壓禁見 柯文哲在5點51分 搭上一人求車前往看守所 等對他的晚餐是 滷豬腳 紅燒魚丸 蔬菜還有味噌湯 三菜一湯 這回再開積壓停 城城法官其實沒省心事證 認為要保障柯文哲的防禦權 避免柯文哲被突襲 儘管如此 二度積壓停 最終結果出爐 仍是積壓禁見 法官甚至說 雖然現在是圖利罪 但偵查是浮動的 隨時證據逐漸形成犯罪輪廓 甚至轉成賄賂罪重刑 柯文哲因為精華成案 圖利危機超過200億元 被上號收押禁見 等新聞呂家縣彭行美 在台北報導 所以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柯文哲二度召開 剛剛稍早結果出爐了 確定是裁定 積壓禁見 那當然大家都想問 到底為何會積壓 我們剛剛裁定的結果 這個相關的訊息也出爐了 那法院他們是認為呢 他明知違法 但是還是讓這個裁團 圖利了200億 好我們這一節呢 請到的大律師 黃柏諾律師 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一次的整個裁量的結果 您怎麼看 這我看我是看這個結果 是覺得蠻錯愕的 那就這個裁定的理由 我看了以後 他是認為說 這個容積率是違法過高 那柯P這邊是知道 而且執意為之 那甚至就是跟這個 有坦誠部分的事實 但是隨著這個追 偵查中的過程中 就是可能會發現 持續發現說 是否有收費的情況下 那雖然他坦承部分的事實 可是跟其他共同被告的證詞 也不一致的情況下 為了避免證人的癥結性被影響 因此認為說 在維護公益性的情況下 是不可以用羈押的替代措施 所以應該要給予羈押裁定 好沒錯 但是律師我們其實稍早 也提到一個關鍵 其實今天下午的時候 一開始 法官是說什麼 說這個不會考慮 不會審酌新市證 但是現在這樣看起來的話 是不是新市證 也影響到了這一次的判決 我在想恐怕是不至於 但是原本的卷宗資料 或許就有呈現這些資料 然後去勾集以後 去做出一個新的裁定 也是符合法律的 因為法院法官是有 可以獨立審判的空間 那就在原本的內容 去做一個裁定的話 或許是原本的資料上 可以引發他覺得是 有重大犯罪嫌疑 以及有這個勾竄 或者是滅證的可能性 好沒有錯 但是我們看到了這一次 可穩哲 他這一次是確定是 裁地擠壓紀件 但是未來來說的話 是不是也有可能 在這個柯正營的部分 有可能也去再去提 相關的抗告行動 對 因為這一次的裁定結果 對於柯P是不利的 所以他一定是可以提出抗告 那來確認說 這個法院做出這個 擠壓程序 是否有違法 不釋法的情況下 如果有的話 高院一樣會重新發回 了解 好 可以聽到大律師的這個精辟的分析 但是當然我們也看到 在外床的整個狀況 事實上在剛剛第一時間的 結果出爐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警方是築起了兩道的人牆 現場可以說是有上百名的警力 都來到現場來做相關的戒備 主要就是因為裁定的結果出來之後 其實現場的這整個這個支持民眾 情緒是比較激動的 那當然稍後有進一步的衝突消息 所以我們也會持續的來幫大家做掌握 再把時間交還給您 好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因為柯文哲遭到擠壓境界 目前現場最近情況是 小草現在非常的失望 上百名的警力也持續的在戒備當中 那麼現在根據我們了解 其實檢方掌握提出抗告的主因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 柯文哲並非完全不知情 那我們持續帶您了解這一次 整個案情回轉的原因 我們繼續交給記者澤睿 判決出爐之後 我們從現場畫面 你可以觀察到一個重點就是 支持者變多了 除此之外 其實在剛剛第一時間的 這整個裁定的結果一出爐之後 我們看到的是 整個現場是兩道人牆 我們透過鏡頭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看到這是第一道人牆 也就是在整個愛國西路 要進到不愛路的第一個現場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是第二個現場 也就是要進到北檢前的這個路段 現在也已經築起了警方圓牆 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 其實包括駒馬也是一樣 當然就是避免有衝突發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不只是車道上 事實上如果你連人要進去 都會必須要經過相關的一個管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車道來說的話 是已經完全沒有辦法通行了 除此之外 如果你人員要進去的話 你只剩下旁邊一小小通道 但是如果你要進去的話 事實上你必須要有相關的證件 或是你有必要性進去 否則在這邊通通都會被擋下來 你還要我怎樣 要怎樣 現在是怎麼樣 你千萬不要在我婚禮的現場 我聽完你愛的歌 就上了車 愛過你很值得 我要你怎樣 現在是怎麼樣 沒怎樣 現在是怎麼樣 我陪你走就如你不能忘 因為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光 從這以來 我聽過最感動的一句話是 只要別不放棄 我們都不會放棄 那今天拜託拜託你們 你只要你們不放棄 你知道嗎 我就不會放棄 柯文哲二度駕亭 現在召開已經確定是駕鴨禁 目前最近狀況 我們現在連線記者張兆和 好沒有錯 好沒有錯 柯文哲跟北檢的第二站積壓庭 兩個小時半之後 答案出爐了 答案是 北檢逆轉勝 柯文哲被法官收押禁見 好收押禁見之後 大家想問理由 但是北院的法官說 他們會先預知結果 待會會把理由 再會有一個裁定書 會再跟大家講 到底理由會是什麼 不過這一次你可以看到 360度的翻轉 從原本無包請回 到現在竟然是駕鴨禁見 很明顯 法官的新證 佔非常大的一個成分 尤其是在過程當中 是不是柯文哲 知情容積率變大這件事情 在這一次的駕鴨禁當中 論戰非常的多 有幾個小東西先給大家看 關鍵就是 在1630就是下午4點半 開完駕鴨禁之後 包括柯文哲律師走出來之後 其實臉色並沒有那麼好 其中包括了駕鴨禁 我們去問他 他只說他低調 不知道這件事情 另外另外一個律師 陸正義 他只說自己禁禁了 這一句禁禁了 是不是也預言了 現在柯文哲被羈押禁見了 另外我們有發現到 主任檢察官 就是北檢的中組的主任檢察官 江振裕 他一直面露微笑 從出去到進來 都是面露微笑 是不是也顯現這一次 北檢的勝利 好 另外到底庭上有多緊張 我們從幾個方面給大家來看 還記得我們今天 中午到下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這次的法官 感覺比較 往柯文哲這個地方來走 因為他認為是說 不要有一些過去的一些機證 把他拿來這個羈押亭裡面過來聊 他不採證 但是沒有想到這一次是 卻完全翻轉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不採證 過去的新機證 如果不採用新機證的話 其實時間可以不用拉那麼長 但兩個半小時裡面 到底在畸變什麼樣的內容 如果據法界人士的分析 如果是法官有新證的話 坦白講答案馬上就會出來 但很明顯法官是沒有新證的 所以這兩個半小時內 左邊是檢方 右邊是柯文哲跟柯文哲律師 雙方不斷的在答辯 答辯到一個結果之後 法官在拋清問題 雙方也不斷的結問 所以在一來一往的過程當中 最後才會做出這一個結論 那大家想說 當下為什麼不給答案 因為他四點半 就已經結果出爐了 就已經雞他廷開完了 但因為法官未求慎重 所以等了30分鐘之後 才預知了這個結果 但原本想說是5點10分 但最後也拖到大概快接近 5點15到5點20的這個時間點 才預知了這個結果 就是柯文哲被羈押禁見 好 柯文哲被羈押禁見之後 想必未來的發展會是什麼 對於北京來說 好 這是一個勝利 但對柯文哲來說 對柯文哲的支持者少少來說 當然是會不服氣的 所以柯文哲想當然爾 他的律師一定會提起抗告 提起抗告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又要再發揮 高遠 高遠又要再審酌 會不會又進到第二輪的 甚至第三輪的羈押禁呢 我們也會持續為你掌握 以上最新 主播 好 謝謝照合的解釋 那麼這一次的羈押禁 其實總共開了兩個多小時 是在下午4點半結束 那麼一路拖到了5點15分左右 正式公布了結果 柯文哲確定是羈押禁見 這一次其實柯文哲的律師鄭勝遠提到 他整個過程當中他已經盡力了 但是檢察官也強調 張正義是說這整場平常心 看來他們彼此雙方 早就知道了結果 那麼這次確定在二度家庭 柯文哲是羈押禁見 目前其實在北檢外頭 小草門的反應又是如何呢 以及目前北院狀況又是如何 我們先連線記者黃子鳳 帶大家掌握 子鳳 好 主播觀眾 我們現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 帶給觀眾目前最新消息 也就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在歷經第二度的羈押禁 目前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也就是下午的5點16分左右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見 好 這是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所以說稍後呢 柯文哲所委任的王牌律師團 是否會對這個裁定來做出受訪相關的回應 目前我們都在台北地方法院的門口這邊 還持續在守著 那麼最新消息也就是今天大家非常關注 也就是下午2點鐘所召開的二度羈押禁 那麼再歷經兩個半小時的停訓 也就是呢 在下午4點半的時候 停訓結束了 那麼呢 結果就在5點16分 出爐了 柯文哲才定收押禁見 所以說稍後呢 柯文哲就會搭著求車前往台北看守所 這是我們目前掌握的最新消息 不過呢 要來說到整起案件的發展 其實喔 很多觀眾朋友也覺得 在最近呢 就感覺好像是發展不斷的變動 包含呢 是2號台北地方法院 在第一次召開羈押禁的時候 裁定無保請回 那麼再三套 也就是在隔天的時候 台北地檢署不服 因此提出抗告 那麼抗告也真的成功了 也就是呢 在隔天 高等法院發回羹裁 那麼就在今天 也就是5號的時候 台北地方法院 重新來召開羈押禁 我們要來觀察這背後 包含台北地方法院 第一次呢 在裁定柯文哲無保請回的時候 原因是寫說 柯文哲犯罪嫌疑不重大 不過呢 就在高等法院發回羹裁 理由卻是寫著 認定呢 被告柯文哲 涉嫌呢 積極介入金華城案 因此呢 希望台北地方法院的 法官 持續再來救命 也就是再來釐清 究竟柯文哲是押 或者是不押 而這起案件呢 一開始也引起外界的華人 加上法界的華人 也就是呢 柯文哲最初呢 是無保請回 所以說這一次呢 檢方抗告成功 稍早呢 我們觀察到 包含呢 在庭訊結束 四點半之後呢 主任檢察官 江貞譽 他所領軍的 那麼他在離開法庭之後 他面對媒體呢 是表示平常心 而柯文哲所委任的 王牌律師 則是回應 他們已經盡力了 並且呢 其中一名律師 就在這個庭訊完畢之後 才總算趕緊趁這個空檔 去上廁所 並且來等待庭訊的結果 那麼就在稍早 下午5點16分 台北地方法院 最新的裁定結果出爐 也就是柯文哲收押禁件 那麼稍後呢 我們也會來掌握 台北地方法院 究竟收押禁件的理由 究竟是什麼 而稍後呢 柯文哲就會搭著球車 前往台北看守所 你是不是司法不動政治迫害 柯兵 是不是司法不動政治迫害 柯兵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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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馬上要連線請記者 黃子豐告訴我們最新的消息 子豐 好 直播觀眾 司法焦點帶觀眾朋友來掌握 東山新聞團隊持續在台北地方 法院這裡掌握最新訊息 那麼根據我們掌握呢 柯文哲他是被裁定收押禁件 而這其實是台北地院第二度來召開激壓庭 對於柯文哲來說 他也聘任王牌律師 其實律師都是有所準備 不過呢 下午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他們在歷經召開激壓庭 兩個半小時的停訊之後 法官這一次不是裁定五包請懷 而是改成柯文哲激壓禁件 時間點大概是在傍晚六點左右 柯文哲呢就會從我們現在所在的台北地方法院這 搭球車到台北看守所 到時候觀眾呢也會看到柯文哲上球車的相關最新畫面 不過呢現在要帶給觀眾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呢究竟為什麼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在上一次呢裁定五包請懷 這個時間點就在二號 那麼今天時間點來到五號 這一次呢不一樣的法官來開庭 召開激壓庭 這一次第二次卻是裁定激壓禁件 台北地院現在也很火速的公佈這個裁定的理由 也就是呢認定其實這一起案件關鍵被告 也就是威京集團的創辦人沈慶京 他在過程中透過金華城的弊案 收受兩百多億的不乏所得 那麼這個背後圖利的關鍵也就是呢 法官就認定柯文哲是難辭其咎 我們要帶給觀眾朋友法官怎麼說的呢 法官說啊柯文哲明知道增加過高 超過百分之五百六十的容積 會給予金華城一案 違背法令而執意為之 也就是呢其實圖利罪的構成要素 是他明知違法而為之 所以這一次呢法官就認定 柯文哲涉犯圖利罪顯重大 而且有串政之餘裁定收押禁件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啊法官裁定的理由還有第二點 寫出呢柯文哲的說詞 跟這一起案件的共犯 包含呢沈慶晶 以及呢包含殷小威 以及彭震生 也就是前台北市副市長 他們的說詞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說法官裁定收押禁件 也就是呢後續擔心他們有串政可能 或是滅政可能 要來持續讓這個案件順利發展 所以將柯文哲給收押禁件 而稍後呢柯文哲就會從台北地方 法院搭著車到台北看守所 不過呢其實觀眾朋友也會好奇 法官也有在這個裁定的理由寫說 認為呢柯文哲如果就算是聚保 或者是無保請回 其實就擔心這個證據的跑權 所以說還是將他裁定收押禁件 而整體案件呢我們要說到 從2號開始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無保請回的時候 台北地檢署當時呢就不服 因此呢隔天提出抗告 那麼在隔天呢也就是在昨天高等法院發回台北地院更裁 那麼時間點就來到今天下午2點鐘 台北地方法院有完全不一樣的法官來開積壓庭 從下午2點鐘召開積壓庭 那麼時間點呢開了兩個半小時 停訓結束之後就在下午4點半 4點半結束之後 當時呢大家週在等待這個裁定的結果 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呢法警是先出來維持秩序 所以說這個時候大家也會關注說 柯文哲這一次呢還是交保嗎 不過就在下午5點16分 法官的裁定出爐了也就是收押禁件 那麼其實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有看到柯文哲 包含是在下午3點鐘 以及呢在停訓結束之後都有看到他從法庭走出來 那麼之後呢在停訓結束之後下午4點半 柯文哲呢就走到台北地方法院地下一樓的後審室來等待結果 而在這個過程中柯文哲的委任律師 他委任的王牌律師幾乎呢都是曾經有擔任過檢察官的經驗 而且呢在這個檢便的工房上是相當有經驗 柯文哲的委任律師對媒體說他們認為他們盡力了 而對於台北地檢署所派出的主任檢察官江振毅則說 他認為他也是經歷了而且是平常心 那麼就在下午5點16分 柯文哲被收押禁見 法官呢公布裁定的理由也就是呢認定柯文哲有圖利罪嫌重大 而且呢他是關鍵造成這一起案件的被告 審慶金在這個案件圖利200多億的決策關鍵 所以說柯文哲稍後大概呢6點鐘就會搭著球車前往台北看守所 東森新聞在這邊也會持續掌握最新消息 好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現在確定是遭到了收押禁見 因為北院認為他是明知呢 這金華城的容積率有問題是違法的還直以為之 事實上柯文哲今天早上7點多 他走出家門的時候只喊得太誇大就快速的閃上車 他可能也沒有想到今天會被羈押 實在是太誇大了吧 主席今天羈押有信心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金華城案被發回跟財 一早不出家門被媒體大陣仗給嚇傻了 但主席啊您的破天荒 百分之八百四容積率才驚呆所有人 議員質疑說您都閉著眼睛簽工 您有積極介入嗎 都有下變遷了難道對所有事情都不知情嗎 面對種種正義問題 柯文哲一改先前態度不再高喊 司法迫害不說不談 左閃右躲一個亮相重心不穩 回過神來快速上車 只奔位在台坡的反應 各位觀眾 你現在看到的最新畫面 就是柯文哲遭到收押禁見之後 已經上了囚車 他現在正要前往看守所 那麼這也是剛剛的媒體 所拍到的最新畫面 柯文哲遭到了收押禁見 那麼剛才壓跳的 他已經到了 所以現在他是坐一個人的磚車 現在也上了囚車 那麼隨時都會出發前往土城看守所 您看到的就是最新的畫面 好 柯文哲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小草 在法院外面來進行聲援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地方 都是嚴正以待的 希望不要有任何的插錯 那麼柯文哲 好 我們的記者黃子鳳 也在現場請子鳳來我們報導 好 主播觀眾 我們持續就在台北地方法院這邊 帶給觀眾朋友目前最新消息 稍早我們看到這個囚車 也就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他就搭著這一班囚車 已經前往台北看守所 而我們現在所在的台北地方法院 就位在台北車站附近中正區這裡 而柯文哲要前往的看守所 則是在新北市土城 大概是半個小時的車程 也就是等一下柯文哲就會進到看守所 那麼後續大家也要來關注柯文哲的身體狀況 精神狀況 以及後續柯文哲對於這個裁定羈押境界 他的律師有沒有什麼繼續的攻防 都是東森新聞持續會關注的要點 今天下午兩點鐘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這個羈押停 從兩點鐘開始停訊兩個半小時 就在稍早5點16分裁定羈押境界 而我們要來掌握為什麼這一次 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裁定羈押境界 而不是在幾天前所裁定的無保警委呢 關鍵就是因為台北地院的法官 在這一次的法官跟上一次的法官是不一樣的 那麼這一次的法官就認定柯文哲在這一起案件中 所扮演的角色 也就是呢我們之前都知道 威京集團的創辦人沈慶晶 他涉嫌圖利 因此呢是包含應嫂威以及應嫂威的助理 都一起被收押境界的